I don't have friends I go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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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介紹這部曼士德的Familia You're the family? Yeah 在1963年到2003年之間 曼士德所生產的compact car 或者Family car 他們會拿著一個名字叫Familia Familia這個名字 只是曼士德在日本本土銷售的時候才會用 他出口去外國、歐洲、美國 全部都會叫做323 但後來去到美國有一個版本 他又改了名字叫Poto J 在我身後的這部 就是六代目 曼士德323 GTR 六代目的Familia 主要有三個車型 包括有三門揭尾版 即是今天介紹的這一部 另外有四門版的Sedan 最普通的版本 還有一部五門版的Fastback 五門版在日本還有另一個叫法 叫做Astina 在歐美其他地方 會叫做323F 或者叫做323Astina 為何今天我們會選擇這部323GTR來講呢 就必須由上一代的323開始講起 你有沒有留意到 323後面有跟了幾個英文字 有GTR、GTX、GTAE 這些英文字母其實怎麼來的呢 那要介紹它呢 我首先要介紹四個英文字給你認識 MRTE MRTE的全名叫做Monster Valley Team Europe 它最主要就是用曼士德的車來改 然後就將它變成一輛VD Car去比賽的車隊 其實它的形式有點像30的Wallia 數百多的STI 但是可惜的就是MRTE 不是真的那麼多人認識而已 故事發生在1982年 有一個比利時人 它的名叫做Wambo 它本身是一個很有料很厲害的賽車手 玩Wallia那些 它自己成立了一隊叫做MRTE的車隊 最經典就是一定有用到 曼士德那部白底藍艦那部RX7 就是Group B那部 去比賽的 贏當然又贏 但可惜的是 紅車就紅不到那間廠 曼士德一直對它們 都不理會他們 甚至好像去到無視它們存在 總之你當然就看不到 但Rumbo他很不甘心 他一心就想得到曼士德對它的加持 即是要試試看 所以他就靜靜地拿來 一部頭驅的那部323回來改 嘗試一下變成一部Group A的賽車內比賽 你不要看這部車好像很土炮 但實際上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理想 它很想在一個很難很難的賽事 Acopola Swarley 裡面 想動一隻獎杯 在它的桌面上 理想歸理想 現實歸現實 它最終有沒有拿過獎杯回來呢 是另一回事 恐流反差 恐流要死還死 兩回事 你千萬不要混淆 有聽過我們Dryfinji Story的朋友 聽我們講過很多次 Group B賽事在1986年之後 就禁止了 因為它太危險了 死很多人 由於Group A的賽事 它的車的設定 有power少些 爪力好些 然後有少些意外發生 少些意外發生 人都健康些 所以其後的Group A賽事 就變成了很多車廠都移到 去那裡一起 大鬥亂 是大亂鬥 在1986年之後 Group B才被人禁止了 不能玩 但其實在1986年的時候 萬事得已經決定了 要參加Group A的比賽 為什麼 很明顯是其他賽事的成績 當然不太好 沒問題 對的 後來他找得到 他找得到那隊 他曾經不騷擾他 當他沒有到的 那隊MRTE的隊伍 因為人家做的車出來 做的323出來 他就說 不如這樣 將計就計 我做一部車給你 我做一部四驅版的 Turbo Engine 的323給你 你拿去比賽 然後你想想 兩個 一拍即合 發生什麼事 拿一部這麼厲害的車 廠家遲了 的車去玩Group A 最重要是Group A的時候 真的不是那麼多人一起去玩 廠家每個人都玩Group B 那結果是怎樣 大家有眼睛看得吧 1987年 情人節當日 一部性感的323 4WD Turbo 就是這樣贏了 Wally Swiston 連當時 如日中天的 Nantia Delta 和Audi Quattro 都被他捏贏了 這個就是結果 而當時的車手 就是出名的Timo Salonen 為甚麼Timo這麼出名 有原因的 主要來說 他有料 我說的有料 不單是在技術上有料 他的身形都一樣 那麼有料 他跟一如既往的車手很不同 你看看一張照片 你會以為他是車隊的金主 去到1990年 萬事得就推出了 他第六代的323 即是我身邊的這一部 其後兩年的賽事 其實他的成績 都是最厲害 都是拿到第二名 他在90年 91年之間 車隊的成績 最厲害都是拿到第五 他的成績 就真的不是那麼出眾 命裡有時終須有 好死不死 去到1990年的時候 又爆多劑能源危機 當時的原油價格 直接高了整個得路 萬事得的資金變得很緊張 這個323 當時的比賽成績 又不是那麼出眾 沒辦法 你知道 萬事得就決定 要跟MRTE Group A的計劃 要斬嵌 這輛車就變成了 有頭無尾的車 所以去到其後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多人 認識MRTE這隊 等等 你誰是 所謂人須走路打道騰 你以為萬事得和MRTE 合作感告吹了 很可惜嗎 我再說一件更正的事給你聽 是不是真的 當時在1989年的時候 萬事得已經暗暗地自己在研究 一個新的賽車出來 它的名叫做323 Sport 4 這輛323的Sport 4 其實當時是故意做來 放在Group A的賽事上用的 它整個車身的設計 很多都是用了碳纖維件 引擎馬力去到400匹那麼厲害 其實很多車評人都一致認為 當日如果這輛Sport 4 能夠落到場賽車的話 它今時今日在蛙里界的地位 是可以和三嶺和蘇巴佬看齊的 聽完之後 大家有沒有一點點心酸 雖然計劃被人打斷了 Sport 4又出不了 不過呢 你們都不用那麼灰心 你可以用你們的方法去延續這一份愛 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去日本必去回來 先回來 先回來 玩完了 我都要說一些323 三門版的規格 給你聽 剛才有介紹過 它有分GT-R版 GT-X版 和GT-AE版 其實GT-X是發售層面最廣的版本 基本上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容易找到它的中影 GT-R版就比較有少少特別 它在日本本土發售的版本 就有210匹 但是它出口版的版本比較搞笑 它只有180匹 但是GT-X和GT-R之間的分別 最大其實就是外觀上 例如你會看到它的很大的下巴 鬼面罩完全不同樣 引擎蓋的通風位 後面的pumper realsfair 加硬了的避震 Anti-roadbar等等 等等等等 來引擎方面 GT-X就行一個4区的系統 Turbo charge 1800cc BP engine 它最大的匹數可以去到185匹 而GT-R呢 它用的那副engine 就是MX5 1.8的那副engine 然後再全新增加了 它最強的馬力可以去到210匹 它有些強的connection rod 斷造的遮掩 還有加大了的Ocooler GT-R版的軚環 其實跟其他版本有些不同 你看到其實它是故意有一個MOMO的軚環 其他版本是沒有的 如果你說給我聽你平時喜歡吃dry的 是素人來的 那裡還有一架GTAE版可以幫到你 即是那些RS、RA、dry版 什麼都沒有那些 沒有ABS 沒有電子窗 沒有touch screen 沒有電接鏡 沒有keyless 沒有電鏡硬頂 什麼都沒有那些Dry版 不知道能不能幫到你呢 其實萬事得的商標 去到1997年的時候 整間公司的商標 整個改頭換面 變了另一個樣子 去到03年的時候 繼後的323系列 它連名字都改了 已經沒有了323的存在 叫做萬事得3 Familia這個名字 都是由那個時候 這樣就不見了 雖然Familia這個名字 去到03年就沒有了 但在萬事得的歷史上 它是功不可沒的 它在全球總銷量來說 已經高達了1100萬架次 1100萬 即是在整個地球裏面 每70個人 就有一個擁有一部Familia 收機了嗎 大家記得Like Subscribe Comment 按鈴鈴 想說什麼車 告訴我們 我們今集的Familia Story 就完了